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启动第五轮巡查 抽调18名干部 组成三个巡查组 分别对三个县职单位 两个乡镇 十一个村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查 行众工作是巡查工作的基础 我们在巡查工作当中 把提高行众的知晓力 参与度 作为巡查工作的着力点 深入田津地头 者村创覆 以行众拉家长讲政策 广泛听起行众的意见建议 设计问题线索 让巡查工作更激人心 更接地气 大伯 我们的先为第一巡查 不能 我们现在正在巡查行众 从一族公司 我们的巡查当中 开花 近年来 孟廉县将发现和解决群众极难仇胖问题 作为巡查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破解群众知晓率 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现为巡查机构深入贯彻一线工作法 通过设置举报箱 张贴公告 利用村村响大喇叭告知等形式 与群众产生良性互动 同时 畅通宣传渠道 不断探索群众便于参与 乐于接受 务实管用的做法 调动广大群众 参与到巡查工作中来 本轮巡查 我们充分运用互联网加模式 拉近群众纪律 无论身在何处 只要通过手机扫码 就能把想反应的问题一键直打巡查组 针对我们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 还设置了语音输入功能 群众通过语音就能反应问题 通过港部证创 我才认得 刑查组主席来帮老百姓 接接 操心事 放心事 前年 我们向刑查组反应过 特空人员多交医疗保险的问题 在刑查组的帮助下 不过多久 全中就收到了多交的钱 我们非常感谢 刑查组对我们的关心 下一步 孟连县将紧密结合 刑查各阶段工作任务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伸入群众身边 通过积极有效的双向互动 提升党员群众参与寻查的主动性 积极性 确保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寻查工作效率最大化 让群众在全面从严至党中拥有更多获得感